很多人问我你八一个五到底要多久 然后或者说怎么去快速的去进动作 今天呢我就来跟你们实时分享一下 我八一个五到底要多久 然后呢我今天要学的是IU的Celebrity 它最后有一段小小的五 然后想说在八五的过程中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素技的技巧 这一五应该是有四个八拍的 那我首先是会把这一段五看三遍 看三遍找它整个五的这个感觉 找到一个整体的五感跟基调之后 然后我再去学动作的话 就知道了该用什么样的感觉和力度去学它 现在是四点二十七分 IU真的好美啊 有时候我把做起来看就会出现一种问题 就是会被视频里面的仙女给吸引了眼球 然后就会忘记我看这个视频的目的 我现在看完了三遍这个视频 我现在能够知道它这个五的话是偏律动比较多 如果一个五它是偏律动比较多的话 那我是习惯就是去学整体 就是手和脚一起学 但是如果一个五它是偏细节比较多 比如说一记的那种五 就是它头啊手啊尖啊脚啊扣啊 全都有细节 那我就会一针一针停下来看 然后看它每个细节 手脚分开学这样子 然后第一步呢是要来数拍子 我是习惯不会去一起来就是学动作 比如会去坐下来看它的拍子 先把拍子拔回来 然后我再去拔动作 就很多时候你记不住动作 不是因为动作它本身记不住 而是因为它的timing你记不住 它的那个鼓点啊或者是拍子的顺序 你记不住之后 它动作就连不上 而如果你有一个记号 123 5 6 7 8 这样把你整个动作贯穿起来的话 你这样的话动作也会记得顺一点 现在呢来慢速来学 ok 1 2 3 4 ok它的123 4其实是一样的 123 4 然后我慢速呢 我就会去看它之间的这个动作 跟动作怎么上去 这个动作是手是这样上去的 然后交换 这样交换 对所以它不是这样上去 它是这样上去的 然后它的脚就是右走右走 对所以我呢在做着8动作的时候 我就会特意去记左右 我觉得左右是学5中间的一个大难关 就经常会混淆我记动作 所以我在记动作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不停的输入这个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洗脑的方式啊 就待会站前练的时候我就会 有印象 因为我刚才跟自己灌输了很多遍 这个地方是右脚弦 我的时候 IU是下来 5 5 6 6 它踏踏踏做的是什么呢 OK 5 6 6 6 坐下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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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是碰到了 我不知道它的尖到有时怎么动 它是这样动还是这样动 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会一针一针的去看 我就想这样子一针一针的去看 就是 它这个时候是坐下来 坐下来之后 我发现它的这个尖是右边在下面 左边在上面 然后 左肩稍微的往前一点 然后起来的时候 右肩起来 整个身体起来 然后右肩稍微往前一点 然后再交换 再变回左肩 右边先往下 然后 上去之后 左肩往下 我知道了 反正就是 不管往哪边坐 哪边的尖就往下 我就会一直提醒自己 比如说 右边先往下 左边再往下 这样子 一直提醒自己左右 然后它这里画了一个心 因为它歌词里面有唱一句 用左手画心 所以就是说 这是另外一个技巧了 就是可以根据歌词来记 再一个就是 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动作加戏 就是给它们编故事 就比如说 我学那个watch waiting for的时候 我就想说 是我起床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 伸懒腰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就是下床 然后完了下床之后 我这边就是穿衣服 穿衣服之后 在镜子里面看一看自己 然后完了之后 这边洗脸 洗脸之后 我们要刷牙 反正就是 我就是记得 把这些流程记下来之后 发现动作就都记下来了 我现在的两个八拍 就是大概观察完了 就是学了动作 我现在来记一下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 什么来着 这个 上去一讲 一二三四五 他他六 一二 它有个疑惑 就是五和六之间的衔接是什么 他也有个这样的准备动作 脚先收回来 加这个准备动作 所以是 哪个脚先收回来呢 右脚先收回来 差不多这样来 这样来复杂一遍 五搭六搭七 是这样吧 他心怎么换 我先这样画 一横 OK 一横 他他他他他他他 诶怎么换 都都他他他他 跟我划新的方式不一样 现在我现在来跟慢速来一遍 二三四五六七 四五八 一二三四五八六三七三八 好 我现在学完两个八拍了 那么我现在就是要来 起来去记一下这个动作 没有 跟我过来 词曲 拨订 两个 转 等待會兒 这次我现在就是呢 记完了动作 然后也差不多记熟了 然后还在就是在练 练到肌肉记忆为止 然后还要再去抠一下细节啊 衔接啊之类的 所以嗯对 我再来就是分享一下 我把动作速拔的一些技巧吧 感谢大家 然后陪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